对,差不多 那首先我们今天我们在讲正式内容之前 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SAT数学 我们到底是要考什么东西 那我们说SAT数学它一共分为 Section 3和Section 4部分 就我们整个SAT有四个部分嘛 对不对 那我们的数学是Section 3和Section 4 然后分为可以用计算器 以及不可以用计算器的两个部分 然后我们一共会考58道题 然后最终我们的成绩是由说我58道题 我到底错了多少道题 或者说我对了多少道题 然后我们去评估的 那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这58道题 那它总共有四个部分组成 那它分别有Hardful Algebra Problem Solving and Data Analysis 然后Passport to Advanced Math 和Additional Topics 这个四大部分我们组成的 那么你说的这个Algebra 2 就可能就是指的是Hardful Algebra 或者是Passport to Advanced Math的部分 然后我们会涉及到统计的部分 以及说更High Level 稍微High Level一点点的 不过这个我们都会跟大家讲清楚啦 然后呢Hardful Algebra 是这样子的一个组成 我们主要是讲的是Linear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的Problem Solving 主要是讲统计部分的内容 以及我们的Passport to Advanced Math 我们会讲Polynomial Exponential Function Radicals Crobratics 类似的 那我们今天呢 主要想跟大家讲这块 跟大家分享这部分的一个内容 主要是Passport to Advanced Math 以及我们考试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可能会要考什么 Econometry 考Geometry 考Complex Numbers 这些东西 大家有没有针对说我考试 就是我的这个学习内容这块部分 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呀 没有吗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我们今天的一个正式的一个上课的内容 今天上课呢 我想跟大家去一起学习 一起探讨一下我们的这个 Passport to Advanced Math这部分 那我们刚刚说这部分呢 我们会讲一些什么Polynomial啊 我们会学习Exponential Function啊 之类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来看看说我的Polynomial 我到底里面要学什么东西 那么首先 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的很 一大块一些基本的内容 就是我们要绘 Properties of Exponents 那这里呢 就涉及到了就是我们的 叫Me的运算 Me运算 那我们要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手机比较基本以及重要的是 我们要知道 指数之间的什么 如果我是乘法 我最后指数要变成加法 那如果我这边是除法 我最后指数要变成减法 然后呢 我这边稍微有一点看不见 我们要知道是xn次方分之一 我们是等于x的负n次方 那么这三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 这也是说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这也是说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它的几个比较basic的运算 以及说我还要知道一个关于根式的运算 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说x的m次方开n次根就等于x的n分之m次方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那我们这边举个例子吧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想问大家说x的2分之1次方 等于多少呢 那我们要在这里知道 我们说x的2分之1次方 它等于什么呀 它等于是不是x的1次方开二次根啊 对不对 它其实我们简写一下 它其实就是square root of x 那么并且我可能我也需要知道 就是说x的3分之1次方 它可能等于什么 它等于cube root of x 对不对 这是关于这部分的内容 那我可能还 那我想要问一下 x的负的2分之1次方 等于多少呢 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一下呀 这个内容都是一些basic内容吧 那这个等于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确认说 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 x的n次方分之1 等于x的负n次方嘛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确定说 首先它等于x的 yeah x的2分之1次方分之1 那么我们说x的2分之1 2次方等于什么 它是等于根号x 根号x分之1 所以x负的2分之1次方 等于根号x分之1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 一定需要会掌握的这个内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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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我们的 这个 如果画出来的是 如果画出来的是 比较需要 大家一定要去知道 去了解 去掌握的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说 我们的一个 exam style的一个题目 长什么样 我们看一下 同学们觉得说 这道题会选什么呀 各位同学 给大家看一眼 就这道题它给了我一个 非常complicated的一个形式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这边给了 然后它给了我们 ABCD四个选项 然后它问你说 我ABCD 哪一个选项 它是 它就是 化检完之后 它是等于我的ABCD 哪一个选项的 对不对 那首先我们要观察 以下说 我这个四个选项 我们观察完 这个四个选项 我发现说 它哪一些 是跟我们不一样 首先我们的ABCD里面 没有负的指数 没有negative的部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把 这边所有的 negative的部分 我们要把它转换成 正常的一个 positive的一个指数 对吧 以及我们发现 下面这个 ABCD里面 它都是一个 根号的形式 我的指数上 也没有那种 二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一 这种 所以我是不是 也是其次 我要把我的 二分之一 和我的三分之一 我要把它转换成 它的 它的那个root 就是多少的root 这个形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说 y的二分之一 这块部分 y的二分之一 块这块部分 我们是不是知道 它等于 根号y 对不对 然后 ABCD上面 都有根号y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 x的三分之一 这块部分 它等于什么 它是等于 cube root of x 对吧 它是等于 x的立方根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立方根 我们观察一下 ABCD 那我首先 我可以排除掉 一些什么东西呢 那我可以看到 我想要立方根嘛 对不对 然后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x的负二次方 以及x的负一次方 可以怎么换 x的负二次方 是不是等于 x方分之一 对吗 等于x方分之一 以及y的负一次方 等于y分之一 对吗 那所以最终 我把它 划减一下 我像说上面是根号y 下面是 那个立方根x y分之一在分母上 我们是不是要到上面去 对吗 然后x方分之一 那乘x方分之 那个x方在下面 那么所以 这道题 我们要看一下 哪一个选项 是满足我的 这个化解形式呢 那是不是就是我的 b呀 对吗 那么这个是我d 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 就是说我的 me的运算 这块部分 大家尤其是这种 negative的power 以及这种二分之一 或者二分之三 以此类推这样子的一个power 大家要知道 它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我在这边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东西 它应该变成什么 它应该变成x的 三分之二次方 那我这里是没有的嘛 对不对 那么所以 这个就肯定是不对的 那所以我们要清楚 的 我知道power是怎么变的 OK 这个是这块部分内容 那么我讲完之后 想大家帮我做一道题好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怎么做呢 来这个应该很简单 对不对 但是它有一点点的 小小的陷阱 有没有同学来 能回答一下我的这个问题呢 天乐 我选B 你选B 耶 选B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选A呢 因为它已经平方了 所以它肯定正的 因为它平方肯定是正的 OK 那我们首先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要知道 就是说 我们这边是 根号下 16x的平方 然后它这个是 它是这样子的嘛 对不对 那么首先 因为 为什么 我们是不是这里有个限制 这里一定是不是要大于 大于 等于零 对吗 大于等于零 所以呢 我们这里 如果我把它化简 这里是不是化简一下 就变成根号16 乘以根号下 x的平方 对不对 那么它一定也是要 大于等于零的 那么根号16等于4 然后根号x的平方 我们是要满足这个情况 一定是要大于等于零 所以我的x 就算开根出来 它一定要保证 它是一个 大于等于零的值 所以这边变成了 这个东西 所以这道题是选的是B 因为如果是x的话 我们不可以make sure x它到底是正的 还是负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大于等于零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的说 它也是一定是要 大于等于零的 OK 这个是这个部分内容 那这一块内容的话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那么下面呢 我想要讲的 我们要跟大家讨论 更多是我们的 polynomial的部分 那我们说polynomial 它是一个多项式嘛 对不对 那么多项式的话呢 它的一个表现形式 就是说它会是 an乘以xn次方 加上an-1乘以xn-1次方 一直以此类推加到 a0 那么我们这边的顺序 它是从x的最高次 开始逐渐减1的嘛 然后一直到我们家的一个常数项 那么下面这块内容呢 只是给大家解释一下说 我这边分别我的这几个东西 它对应的什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说 我们在这边 我们要掌握的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掌握的是 多项式的加减乘除 加减乘除 那么加法和减法非常简单了 我们就是合并同类像 对不对 那包括乘法的话 就是像我们在做 比如说我们在做常规的 a加b乘以a减b的这个乘法 是不是就是一个一个乘过去啊 那我们在多项式里面呢 我们的乘法也是就是 直接就是一个一个 这样子乘过去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比较重要的是说 我们要学会多项式的除法 多项式的除法 那么加减乘这边我就 不给大家去做过多的那个 看了 那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 类似的一种提醒 考的是它的一个加法呢 就给大家两个多项式 然后问你说 它的这个加法等于什么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 很快选出来 它是a嘛 对不对 那这个是这个 然后呢 主要想 现在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说 多项式的除法 那我们说 假设我有一个polynomials 然后polynomials是px 然后这里 divided by ax加b 然后呢 我一直除 直到我剩下了一个 我的reminder嘛 我的余数 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说px 它是一个被除数 对吧 然后ax加b这里是除数 除数 然后呢 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 我们会得到一个caution 我们会得到一个 shun end reminder 那么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运算 它的公式 它会写成什么样子呢 它会写成 这个样子 它会写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这里要注意啊 2是我的reminder 但是如果我要把它写成一个完整的公式形式的话 我们应该是 等于ax加b分之2 因为我这里是两边同时除以了嘛 相当于是不是2是不能被ax加b给它 继续给它除下去的 对吗 那么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完整的保留在这 那我们的qx就是我的quotient 我的quotient 那么我把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下面这个样子 对不对 相当于说我的两边同时乘以ax加b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说 我到底我的这个qx我是怎么来的 然后以及说我的这个reminder我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们来举到力气 看一下 我们先看前面这道题 我们先看前面这道题 那么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做小学的除法的时候 对不对 比如说小学除法让你215除以3 我们会怎么做啊 我们是不是现在被写215 然后除以3 对不对 然后我这边71 然后我会余一个2 对不对 那这个是我们在做小学除法 那我们多项式的除法怎么做呢 我们其实还是沿用了这个除法的这个性质 我们怎么 我们把它写成x的三次方 加7x的平方 减10x 减15 把这个把它当作倍数数 对不对 然后除以除数 然后我该怎么写呢 那么首先我这里是两项嘛 我这里是x加8 对不对 那首先我先看我的这个多项式的前两项 它是x的三次方 加7x的平方 对不对 那我要去看说 我先看x的三次方 我怎么样可以去完完整整的match到我的这个x的三次方呢 是不是相当于是我的这个x跟x的三次方 我可以得到一个x的三次方 那OK 我配好了之后呢 我把x加8跟x的四次方 给它相乘 我得到什么 我得到x的三次方 加上8倍的x的平方 OK 这是我的第一步 那我第一步结束之后 我画一个横线 然后我用上面减去下面 这是不是跟我们以前学的那个除法 就是正常的除法很像 然后我这边 为什么我要去配平呢 就是为什么我要去找一个x square 使我得到一个x的立方呢 这样子 我的前面上减下不就相当于是零的吗 对不对 我这边是不是就是约掉了呀 然后我的7x square 减去 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上减下 是不是就变成负的x square 对吗 然后因为我前面是零了嘛 我下面是不是只有一项了 我再把剩下的一项给它移下来 我是不是还有-10x 没有写 对不对 OK 那这边又是两项了 那我是不是继续去配 我的x跟多少相乘 我可以得到负的x的平方 那我这边是不是要跟负x相乘 对不对 x跟负x相乘 OK 我再把负x跟我的x加8相乘 它变成了负的x的平方 减去8x OK 那我这边又是零了嘛 对不对 又是零了 约掉 那么-10x-8x -10x减去-8x 这里要注意呀 上面的减去下面的 那我这边是不是变成了负2x 对吗 然后我们再把负15给它移下来 负15一下来之后我们来看 OK x跟多少相乘可以得到负2x 那我是不是要跟负2相乘 那最后我得到什么 我得到是负2x减16 最后我余下来是多少 我是不是余下来了一个1呀 对吗 那么1我是不是不可以再除了呀 对吗 我没有办法再去跟x加8去配了吧 所以我的reminder 那我们这里 大家要看 我的reminder就是我的1 代表我这里的2就等于1了 然后呢 我的cautient在哪里 我的cautient在这里 这个是我的cautient 这个不是我的那个 devisor吗 对不对 那么所以 这道题 它的结果等于什么 它的结果是不是就是等于 x的平方减x减2 怎么 加上x加8分之1呀 对吗 因为这个是完全按照我们上面的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我们把它给写下来了嘛 对不对 那我这里 但是我这里reminder是1 我的cautient是x方减x减2 那么我们大家在做这种处法时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规律是什么呢 那大家可以发现说 我这里的polynomial 我的这个x的三次方 两次方 一次方 零次方 它是不是都是按照顺序是排好的呀 对吗 我们这里遵循就是逐次降次嘛 我们这里是逐次降次 那么如果 我的题目是 它的给你的多项是打万顺序的 那么大家的第一步一定是说 我要把它给重新排序 我们要把它排成 我的这个指数是从大往小 逐次排序的 那么还有一种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 我把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大家 首先这块部分 大家有没有问题啊 就做这个处法 大家有没有问题 就这一道题 大家没有问题吗 那我们这里 大家可以不可以看到 我下面这边有另外一小题啊 有没有看到它有没有 它是什么 它是四次方 它最高是四次方对吗 但是它中间 是不是少了点什么东西啊 我们中间是不是 它少了三次方 和它少了一次方 对吗 那么我们说 我的Polynomial 我是要从高到低 降次这样去排序嘛 而且我们这里要注意 我们在做这个处法的时候 我们中间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漏掉 那我这边举个例子啊 我这边不是举了个例子吗 那我要怎么去做呢 我们要去怎么做 我们相当于说 我要去做 x的四次方 加0x的三次方 加2x的平方 加0x减1 这个才是我完整的一个 对吗 完整的一个备除数 为什么我这边要把 x的三次方和x 给它补上去呢 因为就是说 我们中间漏次了嘛 但是问题是 我在做 我的这个x加3的 这个处法的时候 我在做x加3处法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 我们是不是永远是要 跟第一个东西去配平呀 对吗 那OK 我这边配的是x的三次方 对不对 那我这边变成x的四次方 加上三倍的x三次方了 那是不是 我这里会出现一个x的三次方 对吗 那如果我上面 我没有把这个 0x的三次方 给它加进去 我就直接 就是我很 就是我很 直接就是写 我就是x的 我就直接写x的四次方 加2x的平方 减1 然后我除以x加3 那我这样写x的三次方 是不是就是x的四次方 加上三倍的x的三次方了 那你会发现说 我这里上下 是不是没有办法 去直接相减呀 或者说有些同学 他这里会出现什么 他会直接就用2x的平方 减去3x的三次方了 那你这里就是 完全就是不对的 你这里就是 完全就是错误的了 你这里会造成 你的这个计算 你会发生 你会发生混乱 你完全会想不到 说我这边 哦原来其实还有个 0的x的三次方 所以大家在做 这样子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一定说 我们在做这种除法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把0x的三次方 就是把它中间漏掉 这个次方 我们要把它给它补进去 我们要把它补进去 所以就是变成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再去做我们的这个 常规的一个 除法的一个运算 我们再去做 常规除法运算 然后这样子 然后变成 负3x的三次方 加2x的平方 就是将就 继续延续我们刚刚 在讲的那个部分 讲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做 我们这个除法这块部分 OK 有没有问题啊 同学们有没有问题 那这块是我们怎么去 做一个 Polynomial的除法 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常规 我们会 做一下 怎样的练习 然后这里 它给了我一个 给了我一个这个 这个式子 对不对 那这个式子 是不是跟我们刚刚讲的 有一个很像啊 是不是就是 这是不是跟我们刚刚 写的式子很像 px over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px 除以 ax加b 等于 qx 然后 加上 r over ax加b 是不是跟这个东西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呀 对吗 它这个等式的表现 其实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我怎么去找我的a呢 我怎么去找我的a呢 那我们是不是说 我们刚刚说 我的 px 可以等于什么 是不是可以等于 ax加b times qx 然后 plusr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上面这个 我可以把我上面这个东西 给它转换成 这样子一个公式 OK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上面这个公式 转换成这样的形式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24x的平方 加25x 减47 等于什么 等于ax减2 times 是吗 负8x 减3 然后最后 减去 53 对吗 那我们 我们之前 我们知道说 如果我的等式 左右 它是要相等的 是不是代表我的x 我每一个x 前面的系数 大家也是要相等的 那就是说 我的x方前面是 24 对吗 那我是不是我的右边 我的x方前面的系数 也是要24啊 对吧 那我们如果我们把这个括号 给它拆开来 我会发现说 我会得到一个 负8ax的平方 然后加上 something 加上 我这里用b和c 表示说 它分别是x前面的系数好了 然后减去一个什么c 那OK 我们是不是直接 只要关注一下 我们 我们只要关注的是哪一部分 我们是不是只要关注的是 这一块就可以了 对吗 那么我们说 等是要一样吗 那所以24等于什么 24是不是等于 负8a 那么所以a等于 负3 所以我们这条题选 b OK 有没有问题啊 大家 大家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想 那我们是这条题是选b 那我下面我想让大家帮我做一下 这条题好吗 大家可以帮我做 我们来practice一下 那我刚刚讲了这么多 我想要check一下 大家到底有没有真的学会哦 这条题好吗 好了 我们都可以做一下 那么要不要发展 我只要是你们 我这条题有没有 不是什么 我们准备用 还是大家帮我打死 是什么 会儿 什么 我 你 不过 我 我 不过 我们 老毛同学可以 做出来了呀 OK那我来给大家 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我们知道提的正确答案是 那么这道题它有一点点不一样 为什么呀你会发现说这道题 它的caution它是直接就是一个 一个常数嘛 对不对它这里caution它不是一个 关于exa表达式它就是一个常数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说 我的分子跟我的分母 它上面的最高指数 都是exa平方 对吗那所以 我们在做这个long division的时候 我们在做这个 polynomial的除法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个情况 发现什么情况呢 我这边除以 我们一定要是注意负的x方 加9 OK 那么我们这边 我们是不是为了去跟我 我的这个3x平方去配 那所以我这边是写的是负3嘛 对不对 那我发现说我这边变成了 3x平方 3x平方 加什么 加减27 那我这里减27 是不是在这里啊 我中间是不是漏掉了 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再去这样子做 然后它变成什么 这边变成零了 这边是变成7x 然后这边加21 对吗 所以我还剩下这个7x加21 但是我会发现说 我没有办法再去跟我的负x方 加9再去做一个配的了 那是不是相当于就说 这个东西就是我的reminder 对吗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reminder 那我们大家要 首先还是要 就是有一点 我们需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如果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deviser 它是一个x的二次方的形式 那我的reminder 它最多 它可以是一个linear的 linear的这个equation的表现形式 因为我这里是除以的是 x方的一个表达式 就是负的x方加9 那所以当我的 当我最后剩下来的是这个 一次的 就比如说这里是7x加21 我没有办法再去被这个 负x方加9给它除掉了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去配了 所以这里可以就是我的reminder 这可能就是我的reminder 那所以我最终 我的quation就是我的-3 OK 我们的ABCD 是不是只有A和C 它的quation是-3 对吧 然后我的reminder 会把它写成什么形式 我们是把它写成 7x加21 over 负 over 9-x方 对吧 我是不是得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3才是我的quation 然后我们再去化解 对不对 我们这里知道 9-x方 它可以写成什么 我们说A加B 乘以A-B 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A方-B方 对吧 哎呀 我这个写的有点丑 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 我们把 我们把这个7x加21 然后跟9-x方 我继续给它化解一下 我把7给它提出来 x加3 然后除以什么 3-x和 什么 3加 x 对吗 然后我的这个约掉 所以是不是最后就变成了3-x分之7了 那所以这个是我的A问 最终可以得到这个答案 那所以这些题它都是运用到了我们的 Division of Polynomial 所以大家这块部分一定要 一定要去多practice 要多去练 然后注意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OK 这个是我们Division of Polynomial的部分 那么本来还想让大家订这个 我们就时间有限 我们再讲一下下一部分内容 我们讲说Zeroes 我们在题目里有时候会看到这种Zeroes 它其实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Roots 或者Solutions of Polynomial 就我这边写了三个单词 那这三个单词 它其实它的意思是相同的 它其实就是要找什么 它就是找说 当我这个多项是等于0的时候 我的x的解是多少 我的x的解是多少 那这个就是问你是Zeroes Roots Solutions 都代表是解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道题目 那么这道题呢 它就说我有一个function f 然后呢 它有什么 它有5 distinct zeros 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有5个不一样的解 我这5个不一样的什么解呢 就是说当我的这个东西 等于当我的整个Polynomial 当我的function等于0的时候 我有5个不一样的解 那我们在图像中表现 当我的function等于0 是不是相当于说当fx等于0 我们说fx是不是就是等于y 那它其实是什么 它其实是不是就是跟x轴的交点 这是不是代表说 它有5个不一样的与x轴的交点 就是我们说的xintercept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观察 ABCD这几个 那到底哪一个 它是符合我的这个呢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观察说 我的哪一个图像 它跟我的这个x轴 有5个不一样的交点呀 那我们发现说 只有D这一问 它是有5个不一样的交点的 对吗 然后我们去数嘛 它其实制造题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 去数这个 但是我们要去知道说 它在问的是什么东西 它问5 distinct zeros 就代表说 我跟x轴有5个不一样的交点 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右边这个图像的题 那右边这个图像的题呢 它说 我有一个polynomial function px 然后 它的图像在上面告诉我们了 对吧 然后呢 它就问你说 ABCD 这四个表达是 哪一个可能是我的 这个图像的 对应的它的一个function 那这种题我们怎么做呢 那我们会发现说 ABCD 它QX也没有告诉你嘛 对不对 它唯一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前面的 x-1 x加2 然后x-3 x加4 那么这些东西 它代表了什么意思呀 这些东西它代表了 是不是代表说 那我以A问为例 那我说px等于x-1 乘以qx 那么是不是当x等于1的时候 当x等于1的时候 我的px 是等于0的 这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是不是代表说 这 这个 这几个前面的东西 是不是分别代表说 我跟x轴 它一个交点的值啊 对吗 那我们 我们先观察A问 x-1 是不是代表 当x等于1的时候 我这个图像 我的整个graph 跟x轴有一个交点 OK 那是不是这里是有的 那这个东西 暂且在我的一个 可选的范围内 这是我的一个 这个暂时 我是OK的 然后我们看观察B问 x加2 是不是相当是x等于-2的时候 我是有一个 我应该是有 跟x轴有一个交点 但是我们回去看一下 它是不是没有跟-2有交点啊 对吗 那所以 是不是代表说 B的这个表达式 是肯定不OK的 肯定不OK 因为我没有跟-2有交点 以此类推 我的C问 我一定要跟3 就当跟x等于3的时候 有一个交点 但是我也没有 那我一定 然后我的D 我一定要跟x等于-4 有交点 但是我也没有 那所以我最终 是不是我可以选的 就是A呀 对吗 因为这道题 它没有告诉我们 很详细的一个detail 它就只是告诉我 就是说 我有那么一个QX 然后我是 我的这个graph 是PX的这个 然后呢 让你去选 说ABCD 哪里可以选 那么BCD 肯定都是不对 而且A是满足 我其中一个点的 这个要求的嘛 对不对 那么所以这道题 它选的就是A OK 大家有没有问题呀 没有问题吗 那我们就继续了 那个这个的话呢 就是相关于 多项式的解的一些问题 然后下面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 两个serum 第一个叫 the factor serum 这个叫 英式定理 那这个定理 它讲的是什么呢 它说如果 我有一个多项式 PX 然后呢 K is a zero of PX 代表什么意思啊 代表说 当X等于K的时候 我整个PX等于0嘛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意思是 K是当PX等于0的时候的一个解 对吧 那所以 when X等于K 那么 PX等于0 那么 顺便相当于 就是PK 等于0 对吧 然后它说 如果 我满足这个条件 那么 X等于K 就是 我PX的 factor 那我们这里 有一个这个两边的符号嘛 对不对 这个代表是 if and only if 就是我们可以互换 如果 X等于K 是 PX的factor 那么代表 X等于K 是我这个PX的0 以及或者 就是说 我们这两个意思 它是大家可以互换的 就是说 你只要满足一边 那代表说 我可以指向的是另一边 另一边的情况 我也可以达成 那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说 它就可以这样子呢 我们说PX 它是不是 它等于什么 它是不是等于 比如说 X减K 假设我除以了X X减K嘛 对不对 那相当于是不是 变成X减K 乘以QX 加上 2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种 书写形式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 当 X等于K的时候 我们直接从正向 我们直接从前面 我画圈圈的这块部分去证明 对吧 它说当X等于K的时候 我是PX等于0 对吧 那么当X等于K的时候呢 是不是这里等于0 那因为我这里也等于0 是不是代表说 no reminder 是不是no reminder 对吧 那么 Reminder等于0 那是不是代表是说 我的PX 就等于X减K 乘以我的QX 对吗 那么这个是什么呀 我们说什么是Factor 什么是Factor Factor叫因子嘛 对不对 那我这里举个例子 比如说 6 6的Factor有谁 6的Factor 是不是可以等于 6可以变成2乘3 2和3 是不是都是6的Factor 对吗 这个是它的因子嘛 那或者我再举一个 关于多项式的例子 比如说 我说 X的平方 减3X 加4 那它可以等于什么 我们通过我们的十字相乘 是不是可以变成 X减3 哎呀 我这边 这个式子列的不太好 我们列什么呢 我可以变成 减3好 哎呀 就这样吧 那我是不是可以 sorry 我举一个简单一点的例子 不然我们还要自己去做十字相乘 比如说X方 减2X加1好了 那我是不是变成 相当于我可以把它做十字相乘 变成什么 是变成X减1 乘以X减1 对吗 那我是说X减1 那它们两个相乘 是不是相当于说X减1 是我这个Penomial的一个Factor 对不对 因为它是完全被两个东西 给它分解了嘛 对吧 那我们说这两个东西 都是X一方 减2X加1的一个Factor 那么我在这里 因为我们说 当X等于K的时候 我的PX是等于0的 那么代表着 我的Reminder是等于0的 那我们这样正书 代表Reminder等于0 那相当于说 我是完全可以变成这个样子的 我是完全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的 那所以我们这里就说 X减K是不是就是我这个Penomial的一个Factor 对不对 那么如果X减K是PX的Factor 那是不是也是代表说 我的PX变成可以被X减K给它分解出来 分解成X减K 以及另外一个QX 对吗 那么 那么如果这个等式成立了 那是不是就是X等于K的时候 我的整个Penomial都是等于0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Factor theorem 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直接去运用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直接去 去把它去做 就我在做题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东西去拿出来用 就是这样子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说我具体的一个题目 我要去怎么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他说 X减2 is a factor of这个东西 然后他说K is a constant So what is the value of K 那我们刚刚说了 如果X减2是一个多项式的Factor 代表什么意思啊 那是不是代表说 当X等于2的时候 我的PX等于0 然后OK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X等于2带进去啊 就变成2的三次方 减去K乘以2的平方 加2K加2等于0 那这个东西就很简单了呀 对不对 我剩下是不是就是去解我的K的值了 那我通过这个方法 我就可以解出来我的K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Factor theorem的一个运用 运用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一个题 那么下面这道题呢 也是一样的 但是问题是我这里 我的Factor变了 我这里Factor变成什么呢 变成3X加4 那 我的Factor变成3X加4 那我这里K是多少呢 那我到底是要把什么东西给它带进去 使我整个多项式等于0呢 大家觉得呢 就我到底这里X要等于多少 然后去make the PX等于0 然后使它等于0 我就可以解出来我的A的值了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 千万不要把负4带进去啊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是要把负的3分之4带进去 OK这个是我们的Factor theorem 然后这个题的话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道题就是说 我给大家一个Polynomial 然后我问你 我是不是问你 A B C D 下面哪一个是 我上面的Polynomial的Factor 那我怎么去说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说过 The Factor theorem 是不是相当于说 我分别把下面这个什么东西带进去 我可以证明它是Factor 如果X加3是上面的Factor 那代表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代表当X等于-3的时候 我把它带进去 它是等于0的 对吗 那我就以此类推 我就用这个方法 我去 我只能去尝试了嘛 对不对 那我先OKA 我先把X等于-3带进去 我发现 咦它就是等于0 那OK 那A 那代表X加3就是我的Factor 那么B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 我把X等于-B带进去 但是这道题 你会发现说 C和D它是 它的选项有点问题嘛 但是问题是 我们在做A的时候 我把X等于-3带进去 它其实就等于0了 所以这道题 其实答案就是A 答案就是 那如果这个题 出成一个short answer 什么呢 short answer 一般short answer的话呢 它不会出到 这样子的问题 它不会出到 这样子的问题 它 基本上它会 它不会就是给 因为这样子的题的话 你们目前 它是没有办法 就是如果给你 C和D这样的情况 你是没有办法去弄的吗 没有办法去做的 就是如果是short answer的话 它会比较明确 它会说 我给你一个 polynomial 然后呢 我可能会告诉你说 我的一个 devisor 或者说我告诉你 我的quotient 然后你去找我的devisor 就它更多会像我们之前 在做的那个题 我们之前在做的那种题 那么 这样子 这种题的话 你比较难 除非它给你 更多一些东西 或者我给你 更多的条件 你可以去做 然后我们讲 reminder theorem 这里reminder theorem 什么呢 它是说 如果我的polynomial 被x-k 给它除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没有办法除尽 我没有办法除尽 我会有reminder 对不对 那代表什么意思 那我的reminder 等于多少呢 就当我把x-k 带进去 那么 这整个东西 就是我的reminder 那么来看一下 为什么呢 那么一样的 我们刚 我们之前说了嘛 我的px等于什么 qx乘以x-k 加2 对不对 因为我要被x-k 给乘嘛 那么 当x-k的时候 当x-k的时候 我们看 是不是 这个东西 等于0了 那么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前面东西 都等于0了 那是不是最后 就只剩下了我的reminder呀 对吗 那就 其实就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这里 举个具体一点的例子 我随便举一个 我可能 大家不要去探究 我的这个对错 我就是随便举一个 比如说x的三次方 减2x加1 好了 那么 它如果被 它如果被 x-1给它除了 对不对 那我可能会说 我会得到一个reminder 我会得到一个quotient 那我这个reminder等于什么呢 我的reminder 我们刚刚说了嘛 我有一个多项式 我被x-k给除了 然后我会有一个reminder 那么我的reminder 等于多少呢 那我这里的reminder 就等于 当x-k的时候 带到我这个多项式里的解 那因为我这里 我这里k相当于多少 我这里k是不是相当于是1呀 对吧 那我就把 x-1 带到我的这个 polynomial里面去 那就是1-2 加1 那我的reminder就是0 那我这里举了一个 不是非常好的例子 那么其实 就是相当于说 它这里 就是我的这个运用 大家可以理解吗 就是我要通过这样的去运用 就如果我被x-k给除了 我得到一个reminder 那么我的reminder 就等于说 当把x-k的时候 带到我的 这个polynomial里面去 那它得到的这个结果 就是我的reminder 它主要是讲的是这样的一个运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我的一个题目 到底是怎么去练的 怎么去做 就是 这里 我告诉你 OK 我有一个polynomial 然后呢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 就是代表说 当x-3的时候 我的reminder等于-2呀 对吗 那么 我这里是有reminder的吧 对不对 那我们之前讲 factor-7的时候 我们说 如果一个东西 是另外一个东西的factor 那是不是代表 reminder要等于0啊 对吧 那么首先 因为有reminder是-2 所以是不是肯定 它不是factor呀 对吧 首先 x-3 它肯定不是个factor 但是问题是这里 abc 这个x-5 x-2 以及x-2 这根本不在我的题目里面 对不对 我根本没有 我的题目里 完完全全没有提到 这几个东西 所以 打一个问号 那么看d reminder when px is divided by x-3 is negative 2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 我们的reminder theorem啊 对吗 我们是不是说 如果我的polynomial 比如说我这里polynomial 被x-3给除了 对不对 那我的reminder就等于什么 我的reminder是不是就等 等于p3 对不对 那我这个reminder是不是等于 负2 是告诉你的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这个 就是完完全整整的 去把我的这个reminder theorem 给它完完全整整的 去运用到了 我被x-3给除了 然后呢 我的reminder是负2 这个是一个非常 直接的一个表现 那这个是我们的reminder theorem 那我把这些题 给大家放在一起 我们好好的看一下 那我这里 就我来写一下嘛 我说如果x-2 是一个factor 那代表说 是相当于f2 等于0 对吧 然后呢 the reminder when fx is divided by x-1 is 15 那我们这里是不是用到了 reminder theorem reminder theorem 是当x等于 这里是不是当x等于 负1的时候 reminder等于15啊 对不对 那所以这里是f-1 等于15 OK 然后我告诉大家了 fx等于这个东西 我们是不是分别 把这两个东西 给它带进去 带进去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解出来 a和b的值了 对吗 这部分大家有没有问题 这部分大家有没有问题 就这里是用了我的factor theorem and reminder theorem 然后把组成一个 相当于把它组成一个 二元一次方程组 然后我去解 a和b的值 那我写的在详细点 就是2的三次方 加上4a 然后减去22加b 等于0 那我下面呢 就是负1的三次方 加上a 加上22 加b等于0 然后就解a和b的值嘛 对不对 那这部分的话 我就不给大家解了 那这个是我这块部分 如何运用reminder theorem and factor theorem 我去解一个 这样子相关的一个题目 OK 然后下面呢 我们要讲的是说 polynomial的一个图像 polynomial图像 那我们看 我这边直接给大家放了一道题 那大家猜测一下 a b c d 你觉得是什么呢 你觉得是什么呢 有没有同学帮我猜测一下 b b y b 就是ab就第二个 对第二个 对 那你 那为什么不能是a呢 因为我大概知道 这是一个四次函数的曲线 OK 我们的答案就是b 就是第二个 那这里 对的 你说的很对 这是一个大概是一个四次函数的曲线 那这里的话 首先我们看说 我们这里 我们的做题的切入点是什么 我们做题切入点是说 我们先去看它跟x的一个交点 那我跟x的交点 我是不是有2 然后0 以及-3 对不对 那是不是代表说x-2 然后x加3 以及x它一定是factor 但是问题是 我这里a跟b 它是都是形容了这样子一个趋势 那我到底是这里是1次方还是2次方呢 那我知道是1次方还是2次方 那很多同学他不知道 就是你没有 就是很多同学他肯定没有学过这种四次方的一个趋势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我们有话图 我们有一个口诀叫鸡穿偶不穿 什么叫鸡穿偶不穿 我们这里的鸡穿偶指的是我上面的这个指数 我上面就是我这里 比如说这里是x平方 OK 我这里上面就是偶数的次方 对不对 我这上面是1次方 1次方 1次方代表它是个基数的次方 那什么鸡穿偶不穿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基数这里我是要穿过去的 就如果我这个次方是基数 然后我这个解我就穿过去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这里 当x等于2以及x等于-3的时候 我的整个线是这样穿过去的 对吗 这个叫鸡穿 偶不穿什么意思 不穿代表说我是不会穿过整个轴 这个x轴的 我是给它顶回去的 如果我这边顶回去 是不是代表我x 这个上面它应该是偶数次方 对不对 它是不是应该是偶数次方 那它如果是偶数次方的话 那我的a问这里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这里是基数 所以我的答案就是b 这就是说鸡穿偶不穿 不是叫顶回去 你是说它是有个下回去 这是说它是回 它是就说偶不穿 是不是相当于我 我到了这个点 对不对 那我们说不穿 是不是代表说 我不会穿过x轴 那我就会 像这样的一个趋势会回去啊 我这样一个趋势会回去啊 好的 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叫偶不穿 就相当于就是我会 这个叫顶回去 然后就这样子 OK 那这个是 这个这样子一个图像 那我们来具体的讲说 那如果 我没有 就是我 给你的事 就比如说我给你一个 我就告诉你一个多项事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可能会给你很多幅图像 那我怎么去看说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图像呢 因为这里的话 它是直接给你图像 让你去找它的那个柿子嘛 那如果我给你柿子 让你去找图像呢 那我是不是要去 知道了解更多 它的一个detail的部分啊 对吧 那我这里给大家 举了个这个例子 那么我们根据说 它的一个 zeros的一个定理 首先我会知道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说 当x等于 负一的时候 我是有焦点的 然后x等于 二的时候 我这也是有焦点的 那么以及说 当x等于二分之一的时候 我有焦点 那OK 我知道 我是有这三个点 那么它大概的趋势 就应该就是很 也是这种弯弯折折的嘛 对吧 然后发现都是奇数 奇数奇数奇数 代表什么意思啊 我都是要穿过去的 那么我们看 那这边 我把 那我 我的图像怎么画呢 那我知道这里是2嘛 我会穿过2嘛 那我把x等于三带进去 比如说我把x等于三 带到我的这个 polynomial里面去 那么 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负数 我的y是个negative的 那OK 我是从下面穿过去的 我是从下面穿过去的 对吧 那么因为我知道 在二分之一的时候 它也是要穿过去的 那是不是相当于 我要下去 对吗 然后呢 我这边 那因为我在复义 我也是要穿过去的嘛 那我必然是不是 这边要上去啊 那我可能到时候 这边再算一下 说到x等于0的时候 我这给你复2 那我再标一下 复2这个点 那所以我大致的图像 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如果我把它改一改 我把它变成 如果我把它变成一个 是偶数 那你应该怎么划 那 比如说我把它变成 我把-1这边 变成平方好了 对不对 那平方的话 那我这边 我换一个颜色 那我知道我这边过去 那我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了 哦 好的 对吧 顶回去了 顶回去了呀 那它是不是一个 四次函数的趋势了 1 2 3 4 对不对 那我原来是个 三次的趋势嘛 对吧 我这个叫顶回去 那么一般 我们就是 不会让大家会去画图 就我们在SAD里面 不会让大家去画图 那它会干嘛呢 它会说 我给你这个表达式 我给你这个表达式 然后我会给你 ABCD四个选项 我给你四幅图 然后大家主要是 你要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 大概是怎么画的 然后你去从 ABCD四幅图里面 去选说 哪一幅图 才是正确的 哪一幅图是正确的 这样子去筛选 OK 但是 这里是主要是 教大家怎么画嘛 那本来我也是给大家 准备了一个偶数的 这个 这个例子嘛 所以这里的话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 1和负1 对吧 然后呢 负1这里 我是要穿过去的 负1这里穿过去 那我 那我还是说 我把带值 比如说 把x等于2带进去 我把x等于2带进去 我发现 OK 我的y是 positive的 OK 我是从上面的 那我上面这样过去 那我这里是不是偶数字啊 我是不是要顶回去啊 那我顶回去 我的图像就长这个样子了 因为我的基数 我的x等于负1的时候 我这里是1次方 我是基数 我是穿过的嘛 但是我的x-1是平方 我是偶数的 我就这样顶回去 就我们大致要知道 这个图像的这个趋势 它的一个走势 是长这个样子的 其他同学有没有问题啊 OK 那这个是我们关于图像的部分 那么 刚刚给大家讲的那么多呢 就基本上是一些 我觉得是我们在做 Polynomial的时候 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 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 那么大家要会做 Polynomial的加减乘除 然后我们要会 画它的一个图像 我们要 也不是说会画 我们要知道它的图像的 一个大概的一个趋势 它的一个大概 但是